第135章 相助 顾海也说了,那次祝他进云梦书院,显然是凑巧之举,并且人家根本就没打算接受他的谢意。 一则不谢,二则,向他此等身份地位的人,就算接受一个人的谢意,也要看这个人够不够资格。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顾海没有考共事,文俊王是不会给他再见的机会。 今生今世,他们就不会在有相交集的时候,更别提扶住了。 这天下哪有无缘无故的感情,更何况贵如郡王的人呢? 他的心忽悠悠地沉了下去,出了这么大的事,如果文俊王有心向救,早就救了。 马车猛地停了,彭一珍小心地掀开车帘,正好与顾十八娘四目相对。 他似乎吓了一跳。 你没睡会儿? 彭先生。 顾十八娘不眠不休几夜的双眸,泛着红光。 你帮我打听个地儿。 他说这话,侧过身来,在彭一珍耳边低语了几句。 彭一珍有些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 哥哥,曾得他举荐,进云梦书院的? 顾十八娘低声说道,彭一珍这才恍然,不过玄机又皱眉。 不如回去问问顾老爷。 他低声提议道,顾十八娘摇摇头,伸手往前一指。 彭一珍随着他的手指看去,见是一片繁华酒楼,人来人往,车马不断。 这里是人流最杂,消息最灵通的地儿,打听这个鬼啊,不是什么难事。 彭一珍脸上又露出了笑,嘱咐小丝。 看好小姐,自己呆呆地去了。 不多时,彭一珍高高兴兴地回来,吩咐吊转码头,向宿安城的西北角驶去。 到底是不是自己猜测的那样,却试一试就知道了。 顾十八娘靠在车厢上,不眠不休的双眼已经红丝不满,苍白的嘴唇裂出丝丝红线。 哥哥的事是因为触怒了当朝权力最大的朱大人, 但朱大人再大也是臣,同样为臣的人中已经没有人能够压制得住他了。 但君则可以,不管是现在的君王还是未来的君王, 但是他真的能够见到这位具有皇族血统的贵人吗? 如果他肯见自己,那事情就有希望,如果见都不见,那就印证了自己的猜测, 在这位贵人眼里,根本就是无就情之念,只有利益之用。 十八娘,到了! 彭一针的声音从外边传来,顾十八娘深吸一口气,掀开车帘,走了下去。 路旁坐落着一个气势灰红的府邸, 朱强明瓦相围,武装进军相护, 单看这守卫不用其他标识, 就表明了这里主人的身份是个皇族。 什么人,这里不许停留,速速离开。 顾十八娘刚跳下车,就见无数杀气笼罩过来, 不远处,四五个进军手握妖刀,力声喝荡。 彭一针不悠地停下了脚步, 在这等气势前,微微有些却异, 却见顾十八娘越过自己, 步履从容地向那进军而去。 大人,小女健康服先人性故事, 民香,希望求见君王爷, 有劳大人通传一下。 顾十八娘在那些进军面前失礼说道, 对于这小姑娘溢于常人的胆子, 进军本没有丝毫动容,差异的神情。 君王府邸,只有君王召见之力, 我痛传之礼。 禁军们沉声说道, 再一次挥动手中腰刀。 速速退去。 果然,皇族身份非同一般呢, 顾十八娘的心沉了下去, 且不说人家见不见, 怎么让人家知道自己求见就是个问题了。 顾十八娘站了一刻, 抬头望了望那朱红大门, 恍惚觉得自己又站在了仙人县学堂外, 正被三个不良学子纠缠, 而那个少年天然而至。 嘿! 进军的低贺声将眼前的虚影击碎。 走吧, 果十八娘转身, 这里是京城一处豪华幽静的园林客栈。 果十八娘将身上所有的钱财都交给彭一珍掌管, 住哪里, 吃什么, 她一概不操心, 让走就走, 让吃就吃。 下了车, 随着店家的指引, 静止进了屋子, 其间所事无误, 跟在身后的小丝和彭一珍则张大了嘴, 一副乡下人进城的神情, 一路走来眼睛都看不过来了。 先生, 你找到这个地方, 真是跟神仙俯似的, 一定很贵吧? 一个小丝揉了揉脸, 对彭一珍低声道, 这一次总共带了两个小丝, 兼坐车夫, 一个换坐阿四, 一个换坐邓二, 是顾十八娘最早采买的家人。 少爷出了这么大事, 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邓二在后面嘀咕了一声, 带着几分不满, 他的年纪稍长一些, 考虑的事要多些。 哎, 不是我定的, 彭一珍摆手说道, 你忘了, 咱们在顾老爷门前等着的时候, 有两个人递给我一个信封。 他说着拿出来晃了晃, 写着这里的地址, 以及房间, 并且注明一切费用已经付过了。 阿四和邓二吓了一跳, 哎呦, 还有这好事呢, 谁这么好心呢, 难道小姐在这里还有亲戚? 彭一珍抖开了信, 指着落款上鲜红的一个圆印章, 写得好书, 两个伙计根本就不认得。 祖安要行会。 他低声念叨, 两个小丝恍然嗷了一声, 便一扫担忧, 露出笑脸, 但想到此时的处境, 又愁眉苦脸起来。 碰的一声响, 故事八娘走进屋内, 随手关上了门, 被关在屋外的三人对视了一眼。 小姐, 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阿四用不高不低的声音问道。 嗯, 屋内有声应道, 三人立刻吩咐伙伙计, 将清淡的饭菜端上来。 十八娘, 你好歹先瞇一会儿吧, 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这样下去, 可怎么受得了啊? 彭一珍隔着门轻声说道。 嗯, 屋内依旧答道, 彭一珍摇摇头, 冲两个小丝, 做了个无奈的神情。 自从踏上前往京城的路开始, 故事八娘整个人都陷入一种奇怪的木木的状态, 让他吃, 他就吃, 喝就喝, 下车, 走路, 皆是如此, 但就是似乎整个人浑游天外, 也或者说是全副精神只集中在一个念头上, 其他的什么事, 什么人也好, 都被他自动摒弃, 隔离了。 亲戚大官也见过了, 故事八娘又把自己关在屋子里, 彭一珍带着两个小丝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值得安生吃饭, 然后各自蹲在屋子里, 竖着耳朵看着故事八娘的屋子。 都警醒着点儿, 彭一珍小声地嘱咐他们, 趁故事八娘屋子里挪挪嘴, 遭遇此等大变, 万一想不开? 两个小丝郑重地点头, 每隔一展场时间就到故事八娘屋子前转转, 直到滑灯初上, 故事八娘也没有出来, 屋子里都静悄悄地陷入了一片黑暗中, 此时的刑部大牢里, 没有日夜之分, 永远都笼罩在一片幽暗之中, 沿着肮脏的涌道一直走下去, 嘖打声,呼喊声, 忧气声渐渐地消失, 只于吓死一般的寂静, 低沉的脚步声伴着一点星火亮起来, 似乎从地下冒出一般的浴室, 恭敬地站在那点星火前, 道人, 他低声恭声问好, 这点点星火在幽暗中闪烁, 起不到丝毫照亮的作用, 反而更添了几分诡异, 怎么样了, 星火上方传来了一个声音, 低沉, 因为刻意地压低, 听起来有些模糊, 大人放心, 虽然尚不能起声, 但已无大碍, 于是带着几分小心地答道, 天牢里又陷入了一片死寂, 接着几不可闻的脚步向一个牢房走去, 他走得很轻, 似乎是怕惊醒里面的人, 眼睛适应了这里的黑暗, 猫猫糊糊, 可以看到脏脏窄小的牢房里, 啪着一个人影, 似乎睡了, 亦或是如同其他牢房里的人一般, 半死不活, 那人久久地猝立在牢前, 不可再对他用心, 过了很久, 他轻声说道, 停顿一刻, 似乎顾及什么, 又接着道, 赏书大人那里, 我会去说, 大人放心, 小的们记下了, 欲使如同温顺的小羊, 乖巧地答道, 他们说话声音很小, 似乎是怕惊醒那里躺着的人, 但还是惊醒了, 稀稀索索地稻草想, 牢里的人有些吃力地转过头来, 谁, 甘涩沙哑的声音滴滴地传来, 谁在那里, 当他转过头来时, 那方才亮着的一点星火, 瞬间被黑暗吞没, 而说话的人也消失了, 老实点老实点, 吵什么吵, 运使刷的点亮火把, 用妖刀敲着牢柱, 凶神恶煞地道, 转亮起的火光, 让内里的人一瞬间失明, 他不由地将头埋在了稻草里, 好一会儿才适应着光线, 再一次转过头来, 火光里映照出一张须发凌乱, 乌迹横步的脸, 依稀能看出面容有几分清秀, 谁在说话, 他动了动干裂的嘴唇问道, 火光照耀下, 牢房里只有一个面色猙獰, 身材魁梧的御史, 说什么话, 御史抖着一脸横肉, 狠狠地敲打着牢柱, 吴海, 你有什么话, 还是赶快说得好, 免得多受些罪, 我要说的, 都已经说了, 顾海将头再一次转向里面, 似乎陷入了沉睡, 御史哼了一声, 看了一眼顾海, 嘀咕道, 哼, 放着好好的大号前程不要, 非要做这等愚蠢的事, 读书来, 真是奇怪, 其实对于御史来说, 随着他们的顶头上司朱大人的堂哥, 这些年全是如日中天, 奇怪的现象是, 老吕送来的这些慷慨赴死的士大夫, 也是越来越多了, 就如同割韭菜一般, 割了一茬又一茬, 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文官世子, 难道真的不怕死吗, 明知道必死无疑, 而且会累积亲族, 却依然以卵基石, 飞蛾扑火, 对于御史来说, 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愚蠢行为, 这种行为还有一种说法, 叫什么以天下道义为己任, 这是隔壁牢房那个已经被定了死刑的大学士说的, 御史摇摇头, 举着火仇转身走开了, 走了几步又转过头, 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 动动不动的顾海, 不过这小子倒是好运气, 竟会被内人相惑, 御史的眉头微微的皱了皱, 带着一丝疑惑, 这真是奇怪, 那个人明明是, 这些弯弯绕绕的关系, 实在是很难理清, 或许是上面人有什么安排也说不定, 他晃晃头不去想其中的道理, 转身走开了, 牢房里顺时又被黑暗吞没, 而行部牢房大门外, 夜色也越发的浓重起来, 不远处, 一个茶汤店挂着的起司灯, 给夜色里添了一抹亮色, 经营茶汤店的一对老夫妻, 行部大门虽然是个阴森可怕的地方, 但生意倒也不错, 忙碌一天的夫妻俩, 此时才得以清闲一刻, 老头子啊, 头发花白的老婆婆, 在围裙上擦了擦湿漉漉的手, 对老伴挪挪嘴, 往门外大树下使了个眼色, 大树下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暗夜里瑟瑟发抖, 看不清是男是女, 哎哟, 还没走啊, 抠拢的老头颤巍巍地走过来, 顺着老伴的视线往外看, 摇摇头叹口气, 哎, 都这么多天了, 不管刮风还是下雪, 一步都没有走开呀, 老婆婆也叹口气说道, 可怜呢, 夫妻俩同时叹口气道, 不管这刑部大牢里关的, 都是多么可恶的人, 他们的家属都是可怜人呢, 姑娘啊, 进来坐坐吧, 喝口茶, 暖暖身子吧, 老婆婆看不下去了, 走出去柔声招呼道, 那人影转过头了, 露出一张憔悴的脸, 正是灵宝, 对心婆婆, 不用了, 她动了动干涩的嘴唇, 发出淫弱的声音, 扶着树干要站起来, 踩起身, 却身形一晃, 终于支撑不住, 倒了下去, 这样的场景, 老夫妻俩见多了, 也没有慌张, 只是叹了口气, 颤唯唯的一个捧着热茶, 一个煮着拐杖, 走了过去, 怎么样啊, 老婆婆问道, 老头从明宝脉搏上收回手, 点点头, 没事, 哦的, 哎, 也不知道, 这里面混了她什么人, 家有在哪里, 这深更半夜的, 老婆婆叹气的, 一面矮下身子, 要将手里的茶喂给她吃, 就在此时, 身旁一阵风卷过, 站过了一个人, 老两口吓了一跳, 差点叫出声来, 这深更半夜, 又是在这离阎王店最近的行铺大牢外, 换做谁, 也要被吓个半死了, 声音滴滴的传来, 没事吧, 这个人裹在大大的黑斗篷里, 从头到脚都包了起来, 这等夜色里看起来, 格外的瘆人, 呃,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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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哆嗦着说着, 这该不会是勾魂的阴差大人吧, 眼前的人沉默了一刻, 转身走开了, 与夜色融为一体, 把他送去, 东城楼外楼, 风中飘来这一句话, 以及一定雪白的银子落在脚下, 老两口互相看了一眼, 同时揉了揉眼, 直到看到脚下的银子真实的存在, 才相信刚才出现的不是幻觉, 林宝在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身子被软软的温暖的被子包裹着, 床头有一双温暖的眼睛望着自己, 虽然这双眼看起来有些吓人, 小姐, 林宝甚时痛哭出声, 他的嗓子火辣辣的疼, 发不出半点声音, 挣扎着要起来, 别动别动, 过是把娘伸手按住他, 扶着他毫无血色的脸, 我来了, 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少爷, 少爷, 林宝依旧泪如雨下, 自从少爷被抓入狱, 两个小丝跑回家报信, 他不知道该做什么, 能做什么, 便日日守在刑部大牢前, 只求能探望少爷一面, 当然, 那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他守在大牢门前, 各种可怕的消息, 便无时无刻的不传入耳内, 刑部的刑讯逼供手段, 是他闻所未闻, 想都不敢想的, 光听听, 就吓得他差点死过去, 要真亲身长一遍, 少爷那一个文弱书生, 可怎么受得了啊, 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连个亲人面都见不到, 连句话也留不下, 这让小姐和夫人可怎么活呀, 那些日子, 林宝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备受煎熬, 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得日日守在大牢门外, 似乎这样就能分担少爷的苦楚, 没事,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得出来的, 顾十八娘带着软软的笑说道, 接过彭一针递过来的药, 来, 林宝吃药, 吃完了, 安心睡一觉, 醒了, 一切都好了, 看着小姐沉稳的面容, 这么多日子以来, 神经一直紧绷的林宝终于放松下来, 有小姐在, 少爷这一次一定没事, 她在顾十八娘的摻扶下, 一口一口的吃完了药, 果真沉沉的睡去了, 直到她陷入沉睡中, 顾十八娘的眼泪才扑扑地掉了下来, 彭一针在后也跟着叹气, 满面感慨, 哎呀, 好孩子, 好孩子, 她喃喃地说道, 眼上门, 看着神情憔悴的顾十八娘, 彭一针忍不住再一次劝她休息一下, 十八娘啊, 你这样下去, 身子会受不了的, 她焦虑地说道, 顾十八娘摇摇头, 呼地问道, 是谁把林宝送来的? 彭一针一愣, 暗夜茫茫里, 被电火就叫了起来, 吓得她以为出了什么事, 腿肚子直转机, 呃, 是一个老赵, 她想了想说的, 那老赵怎么知道咱们来住在这里, 咱们昨天才到, 林宝自己也不知道, 顾十八娘看着她问道, 这的确是有问题, 彭一针忍也皱起眉, 那老赵说自己是在刑部大牢门口开茶汤铺子的, 我去问问她, 看谁的背后盯着咱们, 亚历声音说道, 如果真的有人盯着咱们, 他不想露面的话, 咱们是打听不出来什么的, 顾十八娘摇摇头说道, 既然这个人把林宝送过来, 显然是并无恶意, 起码无随意伤人之意, 目前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见到文俊王, 正当顾十八娘愁眉深锁时, 店伙计拿着一张帖子, 登登的跑了过来, 对于这位江客栈天子号房, 无期限包下去的金主, 伙计恨不得能当神仙祖宗般对待, 就差一日三上香了, 顾娘子, 顾娘子, 您的帖子, 小伙计点头哈腰的将帖子递了上来, 顾十八娘神又天外, 彭一真伸手接过, 是药行会的, 他眉开眼笑的说道, 趁着领宝被送来, 顾十八娘终于有清醒一刻的时候了, 他已经将药行会赠送住处的事说了, 以免请示顾十八娘的意见, 顾十八娘这才抬头看了眼自己所住的地方, 点了点头道, 嗯, 搬走就不用了, 你提前把账结了就是, 这样也不算服了他们的好意, 不管怎么说, 他日后必定是要在药行结婚的, 这一世道各行各界都有规矩关系, 哪怕你是再有名的药师也脱离不开, 只要是人就逃不开人情事故, 听说是他们来了, 顾十八娘沉吟一刻说了声请, 简单洗漱了一下, 顾十八娘来到这层包间的独有会客厅, 见到屋子里坐着八个中老年男人, 穿着打扮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面色和蔼, 低头交谈什么, 当他的视线扫过去, 落到最后一位男子时, 不由得愣了一下, 顾娘子, 王一张站起来喊一笑说道, 看着眼前这个老者, 顾十八娘心里颇有点五味杂陈, 但他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察觉顾十八娘的疏离, 王一张颇有点感慨, 不由得想起当初与这小娘子相交时, 他虽然谨慎客气, 但眼底却是难掩那一丝感激, 当时他还有些不解, 后来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那是知欲知恩呢, 那是对慧眼师宝博乐君的温情, 也正是因为这份初相识的温情, 这小娘子才在虽然有秘籍在手, 但师徒知愤未明, 前路未知的状况下, 为他们特制了此金丹, 他那是冒险, 为了他们饱和糖而冒险, 险果然出现了, 而且是他们饱和糖一手造成的, 想到如今大有生的势头, 那一切本来是该属于他们饱和糖的, 王一张悠悠地叹了口气, 时也, 命也, 要不是自己家那几个年轻人不够沉稳, 受了别人的蛊惑, 事情也不会到了这个地步, 但他能怪谁呢, 商场之上本就尔虞我诈, 敌友不分, 输赢各自认命吧, 不过胜者可以败, 败者也可以卷土重来, 他转过头, 和故事八娘已经与在座诸位互相建立, 大家纷纷表达对其凶事迹的担忧以及钦佩, 咱们身见低微, 还帮不上什么忙, 只能给姑娘子结结后顾之忧啊, 不管他们出自于何种目的, 这时候的问候对故事八娘来说都是极为可贵的, 他真诚地表达了感谢, 姑娘子放心, 故公子在牢里, 尚且无碍, 会长姓齐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获得低声说道, 故事八娘一惊, 看向他, 眼里带着几分难掩的激动, 他们是做药行的, 难免会与大夫打交道, 又是天子脚下的药行, 也自然难免与朝廷的医药官僚机构打交道, 虽然自身没有什么地位, 但关系却是四通八达, 深入到刑部大牢里,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一开始, 是兽行啦, 但后来就没有, 只是关着, 问话也是言语上的, 秦会长低声说道, 那, 我哥哥的伤, 虽然知道, 进了那种地方, 不可能毫发无伤, 但听到兽行二字, 顾十八娘还是心揪了起来, 顾娘子安心吧, 虽然没能亲眼瞧瞧顾公子的伤, 但听里头人的意思, 顾公的姓名, 暂时还没有人感动, 秦会长说道, 顾十八娘心神恍惚地点了点头, 知道他如今精神不佳, 众人也没有再停留, 说了几句安心住着, 顾公子大仁大义, 为恩师名不平, 乃是天下世子先犯, 天地君亲师, 顾公子此行此尽, 无可厚非, 跟怕了死刑的李大学士, 性质是不同的, 上头肯定也顾虑着, 云云地安慰了一番, 告辞了, 顾十八娘失礼后, 亲自送他们出去, 王一张走在最后, 顾娘子, 他停下脚开口道, 顾十八娘看着他, 王老先生, 不敢当啊, 王一张苦笑了一下, 看着顾十八娘的眼神柔和, 顾十八娘笑了笑, 没有说话, 顾娘子要见文君王吗? 王一张呼得低声道, 顾十八娘心里一惊, 面上不动声色, 看向他, 那日老夫正好到文君王府去, 看到似是顾娘子的身影, 王一张忙解释道, 顾十老夫老眼昏花, 看错了, 老夫唐突了, 不, 你没有看错, 顾十八娘摇摇头, 一派亲民地看着他, 我是去求见文君王, 说着低头失礼, 还请王老先生相助, 王一张忽然有些鼻头发酸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就目前来说, 宝和堂跟顾十八娘的关系, 可谓是很复杂, 简单点来说, 就是曾经笑语艳艳, 而后反目成仇, 这次他要来, 家里还有一半的人反对, 不管怎么说, 宝和堂被挤出健康药行界, 这顾娘子关系不小, 尤其是那几个年轻人, 对其恨之入骨, 可是, 走到今天这一步, 能单单说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吗? 来的路上, 他已经想过好多种怎么透露出这个消息, 也想过很多种这位顾娘子的反应, 如果换作别人, 可能在这顾娘子眼里是雪中送炭, 及时相助, 但因为先前的恩怨, 自己这么做, 在任何人眼里, 包括顾娘子自己, 都将视他邪恩报仇, 他则是古落平阳, 而此时的顾娘子, 抬眼看着自己, 就熬伤神的面上一派亲民, 并没有丝毫的提访, 也没有丝毫的冷笑嘲讽, 也并没有愤然变色, 他就这样落落大方, 毫无芥蒂地地承认了, 且请他相助, 文君王府要一些药, 顾娘子知道, 我们饱和堂, 上师太医药院, 医药供奉, 王毅章也立刻简单明了地说道, 顾娘子, 要我怎么说呢? 说, 我是健康府, 仙人县故事八娘, 求见的一面, 故事八娘答道, 王毅章点点头, 说声好, 不再多言, 恭声告辞, 王老先生, 故事八娘换住他, 再一次失礼, 多谢, 这简单的一句话, 对于王毅章来说, 带来的极可能是祸事, 这等上位者, 最忌讳下属, 结党积极营营, 更何况, 王毅章不过是个卖药的商户, 竟敢私自替人递话, 万一那人恼了, 抬抬手, 众则让他人头落地, 轻则灭了他们家百年传承的生意, 有故娘子这句话, 就够了, 王毅章回头撵虚笑道, 拱拱手, 而去, 不等待提前来, 终于我们的机会